北京时间2月11日19点 巴黎奥运会女篮资格赛西安赛区最后一轮 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 本场比赛 我们欣赏一下小宝李月汝的精彩表现 李月汝在第一节末端替补登场 随后立即在防守端送出飞身大帽 删掉对方的上篮 小宝外线持球攻击 一篮下不中 张如抢下前场 随后小宝再次篮下造成杀伤 获得罚篮机会 小宝两罚全中 小宝右侧接球持球进攻 转身勾手命中两分 李孟加伐不中 小宝抢下前场篮板 被身勾手打成二加一 小宝加伐命中 打三分成功 小宝与杨立伟打出精彩挡拆配合 小宝空切顺下轻取两分 很漂亮 这球传得好 多年队友之间的默契 这个球打拆的时候 多等了一排 等到了小宝的到位 小宝接球后调整一步 左手高打板命中两分 盘虚都换了 好球 现在对位上 小宝确实在内线有绝对的优势 小宝内线要位 顺势左手背身打板命中两分 反篮漂亮 这球呢怕刚才想撤一下 对 但是重心控制得很好 是 李月如抢下前场篮板 随后助攻李源 虎顶位置命中三分 李源好球 小宝保护下后场篮板 李源带球推进到前场 随后小宝跟进 稳稳命中中距离两分 小宝的中距离好球 这是我们说的 小宝现在进攻的手段 非常光复 对 李月如抢下前场篮板 交给低脚的罗欣欲 投篮不中 小宝再次抢回前场篮板 带到低脚调整一下 再次稳稳命中 远投两分 来了 好球 小宝这个回合 太棒了 李月如的篮板球的统治力 嗯 小宝 小宝李月如本场比赛 替补出战25分钟 13投8中 砍下22分23篮板 其中包含10个前场篮板 另外还有三次封盖 表现非常出色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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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